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现在时间早晨的7点19分20秒 我是夏志平 大家早安 我是张婉如 这场反服貌争议 昨天看来 已经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接近完结的一个宣誓了 那么当然 这个事情如果走到现在来看 我们很希望能够带领听众们 或是带领所有参与 或关心这场群众抗争事件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角度的问题 什么角度呢 我们很尝试希望大家 能够拉高层次来看待 整个整个争议 我觉得这会是未来 带领台湾前进一个 最重要的动力了 是 学生们在这个礼拜四 要全部撤出立法院的议场 但是整个过程抗争只是一时的 什么才是长久的 我们更想知道 这些年轻人的未来在哪里 因为婉如去访问到这些年轻人 他们很担心 这个服贸协议过了之后 对他们的生计 对他们的工作全造成影响 当然也很担心的是现在的这种分配的问题 是不是正义呢 这也是同学们很担心的 很关注的面向 是 所以今天我们为您访问 专栏作家 也是雅言出版社的发行人 严泽雅 请发行人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发行人您早 主持人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 是 谢谢您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想 我们 承如我们刚刚所讲 这个 从这个事件这样来看 能探讨的话题实在太多太多了 但是我们今天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探讨 我想请教您 先请教您这个 这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 当您看到这个 这场运动 在这样子的进行的时候 你担心的是什么 学生们 未来在这个活动 终究是要落幕 终究是要结束 从如他们刚刚所讲 有可能要走入各个地方去播种 好 可是更重要的问题是 他们的竞争力在哪里 现在的学生愿意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吗 愿意去面对来自全球的竞争力吗 的确我也担忧台湾的竞争力 未来的竞争力 当然是要看我们的年轻人 不过呢 我一直都觉得说 很多大人们在讲 在质疑我们年轻人的时候 在讲这个 何必怕竞争 其实是对年轻人不太公平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次的 至少在抗争这些年轻人 很多人 至少他们的组织力 他们的新科技使用能力 还有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这些 他们的表达能力都非常好 而且呢 在抗争的学生 很多都是我们名校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 的确有一些年轻人在讲的是 这个外来竞争的问题 可是呢 我会觉得说 这个其实他们的焦虑应该不止 或者说 这个有世代战争的问题 就是说 有这么多年来 中老年人对年轻人的批评 其实是不太公平的 所以呢 我对于 我对于这个 何必怕竞争 干嘛怕竞争 这句话 我有一些跟别人 我提出一些我的思考 首先呢 我是讲说 你讲这句话的动机 因为讲这句话 动机 有点讲说 是现在年轻人 才怕竞争 当年 从前的这个 就是说 中老世代 当年大胆 西进 是不怕竞争的 因为他们比较有条件 比较有胆识 我会质疑这个说法 因为呢 的确 这个20年来 台湾的很多台商 台干啊 乐于与中国人竞争 他们大胆欺净 可是我会说 这个背后有历史条件的问题 就历史条件 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 从1967年到1977年 中国的中学跟大学教育 曾经停顿了十年 中国曾经有整整十年的时间 没有大学联考 就是所谓的高考 所以呢 这个在中国造成了非常大的 知识技能大缺口 今天台湾60岁以上的人 当年去中国的时候 是不可能有竞争对手的 然后呢 中国除了有这个文革造成的 这个知识缺口的问题呢 以外呢 还有就是2000年之前 他们那时候因为没有这个 2000年之后 他们那时候还没有加入世界体系嘛 就还没有加入WTO之前 所以中国的职场 当年曾经有非常严重的 大国犯心态 这个大国犯心态 其实是要到95年之后 一系列的这个工人下纲 就是国气整顿之后才改善的 所以我们开始讲到说 这个中国开始 我们开始在讨论 台湾人干嘛要怕中国竞争的时候 都是2004之后才出现的事情 因为就是中国开始有中国崛起 那中国崛起背后有一个条件 就是加入WTO之后 他们中国的工作者的 大国犯心态没有了 在这个中国没有崛起之前 台湾人要在对岸 吃香喝辣实在是太容易了 我会觉得那根本叫圣之不武 你根本就是在吃你自己 才能的老本而已 你去那边吃香喝辣 你自己也没有再进步 所以用这些吃香喝辣过的人 而且占的是这个历史的便利的人 来讲现在年轻人 你们草莓族 你们一带不入一带 这是很不公平的 所以老师你刚刚所说的 那个时期台湾人在大陆职场里面 就是根本是靠着自己的老本 胜之不武 那这么多年来 这个情况改变了 对不对 这个情况当然是改变了 就是说呢 当然到2005年之前 台湾人在中国的话 已经开始会讲说 哎呀我们只剩下两年了 我们只剩下三年了 中国变化非常快了 可是我要说呢 等到台湾意识到这点的时候呢 事实上我们的产业已经大举西进十几年来了 这个大举西进十几年来 不是说我们投资很多钱在中国而已 我们也有很多人才到中国去 很多 比如说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身边很多人 他们家庭分成两边 就是说他到他到 常常是夫妻之间有一方到中国去做台干台商嘛 这个给台湾制造的不是说社会成本呢 因为很多小孩在长大过程中 可能就没有爸爸或没有妈妈在身边 事实上也给予台湾的整个的竞争力 造成的这个打压 因为我们现在常常在讨论就是说 为什么台湾产业没有升级 台湾产业没有升级 当然不止一个因素 可是其中有一个因素是 过去二十年来 因为中国廉价劳工曾经提供了一个提高获利的捷径 可以让你不用升级 然后就可以压低了你的人力资本 所以当产业没有升级的时候 你当然就把限制住了 这个年轻人的磨练机会 因为韩国都已经在 都已经不知道进步到哪里去了 我们还在做十几年前的事情 所以年轻人的竞争力的问题 事实上是中老世代当年的选择 也要负责任的 就是说我们有经济空转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因素 因为中国当年的诱惑太大 因为他们的廉价劳工是吸引 所以我们在明明是中老年人的一个选择 造成了经济空转 可是你再来讲说 年轻人一代不如一代 所以这个又我会说 干嘛帕金正背后 这个问题背后 其实这个指责 严格说它不是问题 它是指责 背后是动机 是我觉得有它不道德的一面 的确有点逻辑上的问题 这个是动机面 可是我要说 当然你可以讲说 好好好 让我承认现在年轻人很厉害好了 我没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意思 可是无论如何 中国崛起是事实 中国今天 我们年轻人今天遇到的竞争 因为的确20年前 我们不用担忧中国人跟我们竞争 可现在我们要担忧了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要鼓励年轻人迎向两岸竞争 没有选择 现在我再提另外一个问题 中国有以台湾为竞争对手吗 这是个好问题 就是说台湾是他们统战的对象 学习的对象 可是如果中国讲到竞争的话 中国不是一向以美国为对象吗 当然中国与美国对象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美国跟中国一样是大国 可是我还是要问说 对方不拿我们当对手 那我们也可以拿对方当对手 因为中国现在国力那么强 可是我要问说 那请问你拿中国当对手 对台湾有什么好处 我们今天要去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赛跑好了 我们怎么可以去挑一个 我们一定要挑一个 跑得比我们快 而且最好是快一点点人为对手 因为它才刺激我们 往前冲刺的力量 中国今天的确 它的GDP占总额的话 它已经全世界第一 可是那虽然它人太多了 一旦如果是我们把它算成 人均GDP的话 它全世界是排80几名的 所以我们要挑对手的话 我们应该是挑技术 才能水平 各方比我们高的为对手才对 例如说宏达电的话 你应该要挑 你应该挑三星 你应该挑苹果 所以我们如果挑一个 这个明明比我们还落后的国家为对手 那我们除了帮对方进步 就是刺激对方进步之外 那请问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呢 对 真的是一个可以值得大家去省思的话题 你要进步 你怎么会去挑一个 比你不如的人当成目标 中国 印度也是大国 巴西也是大国 中国不会去挑印度跟巴西为对手吗 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话题 把老师刚刚告诉我们的这个定律 这个老师的提醒 我们拿过来回头来看一看这一场运动 我们要告诉年轻人 就是你要提升自己的能力的话 你不可以目光如斗 对不对 当然就是说 这是延长受奖的 当我们没有前进中国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眼光是全世界的 可是现在我会说 还是有些人觉得说 我们是要强调年轻人的两岸竞争力 没有什么不对 因为我们还是要承认 中国的年轻人 我们不看GDP 不看人群GDP 我们就看努力跟才能就好了 对岸的年轻人多拼啊 对岸的年轻人不是来台湾 功课非常好 他们怎么拼的 对岸的年轻人去香港念研究所 因为香港的大学非常喜欢说 中国的研究生 对岸年轻人到美国去念书 他们都非常拼 功课都会赢当地的学生 不是来台湾功课很好而已 而且他们的年轻工作者 有一种狼性 不像台湾的年轻人 这么温良恭敬让 狼性 所以我们现在要看年轻人 我们是一起来讲对岸 强调对岸的竞争力 我们是要刺激我们的年轻人 更努力一点嘛 那这个时候我就要讲到说 干嘛怕竞争这个 这个问题本身是问句吗 它到底是真的问句 还是假的问句 我会说其实它背后 有假问句的问题 因为它背后其实是 它表面上是一个问号 可是它背后其实是指责 指责说你就是草莓 因为它其实说 虽然是说是问句 可是它逃避了一个 更重要的问题 那个更重要的问题是说 台湾人感觉没有那么拼 中国年轻人那么拼 背后真正的结构性因素是什么 这才对我来说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台湾年轻人没有对 台湾年轻人干嘛怕竞争 他干嘛 根本就是一个假问题 然后我们就要回答 拼跟不拼 中国人那么拼 那背后因素是什么 中国年轻人会至少 至少会在现在 感觉比全世界年轻人都拼 因为年轻世代普遍有一个 自己比上一代更幸运 而且可能过了十年 这个机会就没有的 这个心态 这个心态叫做是 中国的政府非常喜欢讲的 把握机遇 这个机遇就是说 这是百年难得的 这是从鸦片战争之后 都没有一代年轻人 有像你们这么幸运的 而且这个机会可能一众即逝 这样子 所以可是台湾这边却相反 因为很多年轻人都觉得 自己的机会 没有爸爸妈妈那一代好 所以发行人 就像三十年前 我们知道的那一群年轻人 一出社会 就是一个台湾磅礴 发展充满朝气的年代 那是一个当年 大家会讲台湾 金根卡木的那个年代 这句话 起码二十年没有人讲了 对 可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他看到的一出社会 不是这样的状况 是这个 我会觉得这才是拼跟不拼 中国人很拼 中国人 那台湾人不拼 背后的原因 因为我相信二十年后 中国人不会那么拼的 因为他们会发现 机会没有了 那台湾年轻人 没有上一代拼 最重要的原因是 年轻人觉得 自己的机会变少了 所以我会觉得 真正的问 如果问对问题的话 你应该 你要回答就是说 如何给年轻人 创造机会而才对 而不是去问年轻人 说你干嘛怕竞争 事实上没有人 不愿意不拼 好那现在问题又来了 好那如果 我相信还是会有 赞成服贸人来说 那如果年轻人 不拼的原因 是因为机会很少 那么我们就应该 跟对岸争取 他们的所谓的 百年难得机会 百年难得机遇 这个大饼 是 让我们年轻人 也可以去西近大陆 去伸展手脚 这样子两岸之间 就会有一大堆竞争了 所以干嘛怕竞争 又回到这个问题 好老师 那最后我们想请教您 就是说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拼或不拼的理由 你已经告诉我们了 当然我们所面对的 这个全球的竞争 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了 学生是责物旁贷 你已经是退无可退 你非拼不可了 在这个如今 这个大家就要离开异常了 我们这样来看 终究是要回到 那个拼的战场上面的时候 对于这群学生 这群孩子们 你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 我要说 因为这个当然是 个别产业要看 一个产业 一个产业都要看 我希望年轻人能够看说 这个产业 中国真的有比台湾 更有竞争力吗 还是只是它的内需市场 很大而已 当然内需市场很大的 某一些方面 也可以增进你的竞争力 因为当它内需市场很大 它的变化很大的时候 自然的你会 你的脑袋会比较有弹性 你会觉得说 今天是这样 明天不是这样子 你不会固守原有的 做事方式 我会说像华为 或者说像海尔到欧美去 也很有竞争力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被 中国变化太快的 内需市场训练过了 所以他们有些弹性 是欧美的品牌没有的 可是我要说 可以透过中国的 因为广大的市场的训练 而可以增进你的全球竞争力 的这种产业毕竟没那么多 今天我们过去20年来 那么多台商跟台干到中国去 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 中国那边因为技术跟知识落后 所以台湾 这个毕竟台湾比中国早崛起 好几十年嘛 台湾你去中国去 还可以使用耗用你自己的 才能上的老本 如果是因为这样子而吸进中国的话 我会觉得你根本就是在打压 你自己的竞争力 而不是提升你自己的竞争力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 台湾的电视产业 过去十年来跟中国是紧密结合的 我们看录剧里面都会有台湾的明星 事实上背后的导演跟编剧 很多也都是台湾的团队 可是那个是打压我们的竞争力 还是提升我们的竞争力呢 因为我马上眼神神看到的就是 韩剧它并没有在运用中国 结果反而它走向全世界了 这很棒的观察 就是说我要说 有时候中国是提升你的竞争力 有时候中国其实是反而 让你失去的提升你的竞争力 让你减少那个警醒之心的 因为你看到中国市场那么大 中国的那么多电视台 而且大家都捧着钱 要来找你台湾人才过去 结果我说电视产业最好的例子 你马上人家谈国 不知道追到哪里去了 然后我们的人才深陷中国了 那中国市场很大 因为再怎么来说 中国的电视内容有被审查的问题 审查的话就会打压你的竞争力 因为又限制你的创意 所以我还是要说 中国人台湾的人到对岸去 你看到服务员如此广大 哇市场变化如此快速 变得这么复杂 你难免你会觉得目不暇击 你觉得你每天都学到不少东西 可是我还是要请你质问 你这样子换来的竞争力 是真的竞争力吗 好这个问题太好了 非常具有省思 是其实我们也告诉现在年轻人 他的世界他的战场是全世界 如果你只看到中国 你只担心中国的话 那其实会损失很多的 对于一个年轻人未来的发展 我们在今天节目中访问到 是亚颜出版社的发行人 颜泽 谢谢 颜发行人今天一早 接着我们的访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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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